话说那庄子与妻子向来恩爱,相敬如宾但不如中年以后。 有一天庄子的妻子却因病撒手人寰了,得知这个消息庄子的朋友会师准备前来吊丧。 同时他怕庄子想不开也好来劝慰一下庄子,但当他来到庄子门前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。 他见到庄子正击聚骨盆而搁,击聚就是说两腿张开像波及一样坐在地上。 骨盆而搁就是一边敲打着瓦盆,一边唱着歌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。 会师带着怒气走了过去很严厉地批评了他。 你的妻子和你一起生活了几十年,为你生儿育女现在他过世了,你这做丈夫的不哭泣也就算了。 竟然敲着瓦盆唱歌你不觉得太过分了吗? 庄子若无其事地抬起头看看会师,平静地说,你无法理解我此刻的心情。 我老伴刚咽气的那一刻我也痛哭流涕很难过。 冷静后我转念一想,这人一开始他本来就没有生命,不但没有生命而且也没有形体。 不但没有形体连气息都没有,在混沌恍惚之间经过变化才有了气息,在后来才有了形体形体最后变成了生命。 现在又变化成为死亡这生命其实是从无到有。 从有到无的过程,这就像春夏秋冬四季的运行交替一样。 现在人家安安静静地躺在天地之间,就像睡住了一样,落叶归根了而我却在那里乌乌叶地跟住啼哭。 我认为那样是没有通达生命的道理,于是我就不哭了。 听了这个故事,大家的感受是什么呢? 可能我们大部分人当听说庄子妻子死后,他竟然能骨盆而割食都觉得庄子太冷血,太不通情理。 但当我们听了他的这番言语后,我们似乎又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。 确实生命原本就是从无到有,从有到无的过程。 万物都是这样,他就像春夏秋冬四季运行一样。 这是自然规律,这就是庄子所说的生命的道理。 当他通达了生命的道理,当他看清了生死的本质。 当他彻悟了死亡,他就不再为妻子的去世而悲伤了。 也许有朋友会说不悲伤都说得过去。 可是对住妻子的遗体唱歌这项话吗? 难道他还为妻子的死亡高兴吗? 还真说对了庄子真的是为妻子的死亡高兴。 这是为什么呢? 庄子在致乐。 一文中见一个骷髅之口说出来这样的话。 人一旦死了,在上没有君主的统治,在下没有官吏的管辖,没有了一年四季的操劳。 没有了夏季的炎热,没有了冬季的炎寒。 可以从容自在地与天地共存。 哪怕是当天子的快乐也比不上死亡的快乐。 庄子为什么说死了更快乐呢? 那是因为活着太痛苦了。 我们从上面这段话可以看出, 在战国时期老百姓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? 他们终生操劳上有统治者的专制残暴。 下游地方官吏的无情盘剥要活着谈何容易。 像庄子这样的大险, 竟然为了虎口还得长途跋涉去找尖和猴借粮。 问题是最后他连一粒泥也没有借到。 可想而知那个时代的普通老百姓要活着。 得经历多少痛苦而当妻子生命走到尽头。 那是先他而去享福了, 而他还要在世上继续受苦。 就像庄子在《大宗师》一文中, 借孟子返和子秦张之口说的那样, 子桑护呀,子桑护, 你已经回到生命的本源了, 却留下我们俩还在做人。 意思是说,子桑护, 你死了已经去享受死亡之乐了。 而我们两个还在世上继续受苦, 庄子在《智乐》一文中也有类似的表达。 当问到骷髅是否愿意让主管, 生命的神来恢复他的形体, 被他重新长出血肉再活过来做一回人时, 不料骷髅却说我怎么能抛弃当天子的快乐。 而要再次经历人世间的痛苦呢? 由此可见在庄子眼中, 妻子的死不仅是回到生命的本源, 同时也脱离了人世间的痛苦, 这样说来难道不该为他脱离了苦海骨盆而割吗? 虽然庄子关于生命从无到有, 从有到无的哲理, 人们都能理解也能认同, 但是现实中真正面对亲人去世的痛苦时, 谁又能做到像庄子这样开示自己, 这样豁达这样举重若轻。 所以千百年来懂庄子价值, 观生死观的人对他爱得痴迷爱得狂热, 不理解庄子的人对他老怀有偏见, 尤其对妻子死了他还骨盆而割的举动, 大放异彩词骂他是疯子, 是神经病但不管后人怎么评说, 他在生死观终归是开示了他自己, 让他从丧亲之痛中快速走出来, 云云众生能看懂庄子的又有几人, 其实智者不是不痛苦, 而是智者在面对痛苦时总能找到开始自己的方法和理由, 智者不会让自己一直被负面情绪所捆绑, 就算被捆绑他总是能想办法解开绳索, 释放自己的灵魂这就是庄子的智慧, 所以他能在那样的乱世中拒绝做官, 保持精神的自由, 在经历丧妻之痛时开始自己走出痛苦, 超然物外他不愿做外物的奴隶, 他只愿做主宰自己精神的那个人, 现今社会每一个人都顶着巨大的压力, 生存压力、升学压力、就业压力大家都活得不轻松, 但如果我们都背着沉重的精神包袱, 在这个世界上举举独行这一生就活得太苦了, 我们怎么能活得轻松呢? 我们就要像庄子一样学会开始自己, 解脱自己救出被现实的绳索捆住手脚的人,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, 点击小铃铛开启通知, 以便及时收到我们发布的新影片, 再见!